而且如果你們聽到這把聲音都很奇怪 是因為,Hi,我剛剛起床 哈哈,因為我怕明天忘記了拍,明天就走了 所以我今天就拍了給大家 左邊之後,這裡會有一個日本形式的廁所 它是乾濕分開的 因為今天已經不是第一天了 裡面是沒有浴缸的 我本來以為有,帶了東西來浸浴 這些毛巾我媽媽的 好,今天我們來規探一下我們旅行 帶了什麼護膚品 這個是我在淘寶買的一個護膚品 旅行架 這個包包超級方便 它是可以這樣勾著鐵通 然後呢,超級漂亮的玉桂狗 它是有手掌的 這裡還有一格 就可以放我的洗臉筋 其實這個女兒是我媽媽的 我買給她的 我這次就沒有特別用到 因為我沒有帶很多東西來 我見她放一些化妝棉 橡筋、洗臉 這裡還有兩格 我平時就用來放一些桿 因為我自己也有一個 好,毛巾媽媽帶些什麼 其實這些東西都是我給她的 這支是Befesta的洗臉 因為不好用的關係 其實她也沒有開 然後她帶了這支 Love is Derma的防曬 她說蠻好用的 然後這支 然後這支是什麼 這是什麼 她的美白 去斑的東西 我想 然後一些雪花瘦的相片 Orbis的相片 又洗臉 然後 洗臉 手水 還有還有那些面膜 那些面膜都是我送給她的 然後到我自己了 我自己反而是最簡單的 這樣就已經看完了 我帶了Hera的一些化妝棉 因為用完就可以扔了 然後呢 不少得的 我真的超喜歡 喜歡到這麼重 這麼大支就帶了來 那就是韓國的這支髮尾油 它是玻璃瓶的 我死都要帶過來 那這三支就是一些 平時都用開的Skin Care 那這個套裝不錯 它是可以放進盒子裡 我是在Daiso 100日圓店買的 那就是兩年前已經去買這一套 但是 我前幾天在Daiso都還看到有得買 所以大家去12日圓店都可以找到 那就會有我用開的卸妝油 我只貼這個 因為其他兩個都是Toner 那只要貼一個 我就知道另外兩個是什麼了 然後黃色這一支就是我的去角質 日本Toner 平價的 之後另外白色的這一支 就會是自白肌的Toner 那精華呢 我這次只帶了這一支 韓國牌子的 叫Be Plain 那是他們寄給我試用的 那我在香港用的時候 就覺得很不錯 就帶了來日本這裡用了 那它是介乎於精華和Lotion中間的狀態 是帶它透明的 那平時我們用這些透明的精華呢 它最大的ingredient一定是水的 但是這個牌子呢 它就沒有用到水的 它是用了一些撮取液去代替了水 所以它這支的功效會是特別濃郁的 那我自己也挺喜歡 但是如果油性肌膚的人呢 就要注意它是有一點點黏力的 一開始 而且不是太容易吸收的 但是你過了5分鐘之後呢 它吸收完呢 我在香港呢 是全天都不會覺得乾的 那在沖繩這裡呢 但是如果被大風吹呢 吹一天這樣呢 去到晚上我都會覺得有一點點乾的 然後我帶了Clairs的 這個Rich Moist Soving Cream 那這個就非常好用 是乾的天氣 那最後呢 大家應該都不知道 我平時用什麼身體護理的了 那就是平時用這些便宜的植物油 那這次就帶了Jojo Bar Oil來的 我覺得非常好用 比起很多牌子的Body Lotion呢 它是很好用 很夠潤 還有很天然 那我這些濕疹皮膚用呢 都很放心的 然後就可以看到我張桌上面了 那張桌上面呢 大家不陌生的 這個就是我的手飾的盒子 然後我的Amica 旅行用的直髮夾 這個也是之前淘寶開箱 有跟大家分享過 超喜歡超好用 那就是給我用來 拿這個化妝品去旅行的 那只要一索了這條繩 它就直接做一個袋子的了 那就不需要收拾化妝品了 永遠這樣放在這裡就可以了 那大家都看到 我帶了這些化妝品過來 還有呢 我的小秘訣 我自己喜歡帶一些 可以摺得起來的杯 就用來放這個化妝掃 那我覺得其實挺方便 還有挺整齊的感覺 那這裡也有一點點化妝棉 還有一些棉花盆了化妝的時候用的 那很多化妝品 我想大家都見過和不陌生了 那我就不再多說了 誰說沖繩是沒有東西買的 我們這間房間 麻雀少 但是總有位置可以放戰利品 這裡是買了兩天的那些 今天第三天那些是未放進去的 然後呢 我們這間房間 是總共有兩張床的 我一張床 媽咪一張床 那其實這張床也不錯的 那其實它這個旁邊位 就會有兩個插頭 可以讓你用來充電用 也不需要放在桌子上 麻煩 然後這裡後面也有兩個插頭 所以這邊的床 也是可以充電的 還有最主要是它有窗 所以其實這個酒店房也不錯 還有這間酒店 它的地理位置是我非常喜歡的 它位於玉橋站 所以你暗走出去 完全不需要放在地面 你跟著天橋走大約五分鐘左右 就會到這間酒店 所以就算下雨也不怕 因為它完全是有瓦遮頭 還有它的位置 是在玉橋的巴士總站旁 所以如果你是好像我們這樣 飛自駕遊的話 它無論坐單軌列車 還有坐巴士都是超方便 去哪裏都可以進行 希望大家喜歡今次的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